eos内战不休 社区和创始人按战升级 头号玩家宣布进军元宇宙 是正规军还是蹭热度 周杰伦元旦再推nft 力推潮牌fantasy instagram探索nft 要让艺术更亲民 12月20号星期一 B链核载 我是Michael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要再来聊聊eos 上周跟大家报道了 就是eos基金会和eos社区 要联合投票 停止支付它的联合创始 就BM的剩下的eos 大家觉得说他把这笔币卖掉 变现干其他事去了 并没有反补到eos社区 对社区的生态建设 没有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不过最近BM就高调表示 他要再次回归eos 而且要重整eos社区 要做一些对社区有利的事情 而且基金会开始发布 eos的新的logo 好像一切真的要重新开始了 eos网络基金会 于昨天正式公布了品牌的新logo 平面logo版本展示了原eos 凸漆面体的特征 彰显了eos网络基金会 服务于eos生态的属性 而三维动态的logo版本 则展现出了eos网络基金会 工作深度性和多功能性 基金会还向社区同步了品牌颜色 品牌字体 品牌应用场景等具体内容 未来eos网络基金会 将以全新的品牌面貌 投入到eos的生态建设之中 推动eos生态的繁荣 11月8号 Block One宣布将4500万eos 转让给Block Pears领导的 新工具Helios 以创建eos的风险投资基金 开发机构级的eos金融产品等 Helios创始人正是Block Pears Pears正是比特币基金会的主席 eos联盟 Block One Blockchain Capital Tether和Master Coin的联合创始人 同时也是比特币的早期投资者 是以太坊众筹的最大投资者之一 然而社区认为 这笔资金相当于左手倒右手 提出了质疑的eos基金会 很快就找Block One去协商 说这笔钱咱们能不能不付 或者说我们想想其他的方式 而Block One觉得说这笔钱是已经谈好的 对社区有好处坚持要支付 所以有趣的一幕就发生了 社区和基金会投票停止了支付这笔钱 并且也不再支付Block One 和BM接下来将要获得的eos代币 而这一次Block One高调宣布 要回归重塑社区形象 重塑eos的品牌 这有点社区要开除这个创始人 而创始人觉得可能是社区的问题 要开始重新开除社区 到底谁能够更胜一筹 是社区能够干掉领导人 还是领导人能够重塑 这个社区的品牌 干掉21个超级节点 这好像是两者之间的一个暗战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不管谁输谁赢 想要把eos的品牌 重新树立起来 已经失去了用户信任的eos 失去了共识基础的eos 想必不会是一条好走的路 我信任远的评定 VP是保障的搜索 Eden是保障的 我們可以有一個制裁的系統 我們工作了 但我們失敗 Pomello為投資的 crowdfunding 和建立的 consensus Elios為投資 我看到一個架構 非常有興趣 我有些恐慌 這並不代表我相信 我的信心被測試 而在這裏沒有任何事 沒有任何事 過去兩年EOS從以太坊殺手 逐漸淪為圈內的笑談 縱使有高效的網絡性能 但是生態發展盈弱 活力喪失 EOS不斷地被新進的攻鏈趕潮 輿論最先出現惡化 市場中不少用戶依然表示 對EOS不夠信任 光喊口號不做事 被隔怕了 歸根結底 EOS想重塑品牌 首要任務還是要發展生態 只有生態項目形成體系引流成功 才能改變EOS長期弱勢的生態格局 重奪用戶信任 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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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看下一條消息 在元宇宙概念剛剛初起的時候 很多人打比方的時候都會拿電影 頭號玩家來舉例那就是以後元宇宙的樣子 那麼現在真正的正牌的頭號玩家來了 他的主演叫Tie Sheridan 這個小伙子現在長大了 跟著名導演斯佩爾伯格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 也要進軍元宇宙了 由電影頭號玩家男主演泰爾希里丹參與創立 頭號玩家導演斯佩爾伯格擔任顧問的初創公司 Wonder Dynamics已經完成了A轮的900萬美元融資 繼今年年初的250萬美元總資輪融資 Wonder Dynamics在過去的8個月總共集資1150萬美元 本輪融資由維港投資領頭 而維港投資是由李嘉誠的紅顏知己周凱璇掌舵 主要從事TMT行業的投資 2007年起 憑藉先後對Facebook1.2億美元的投資 維港投資一舉奠定了在全球風頭圈中的地位 而其實維港投資的背後老闆就是李嘉誠 而且據周凱璇介紹 維港投資的所有的收益 也將會歸入到李嘉誠基金會 來做一些跟慈善相關的項目 而維港投資的投資標的投資方向也非常明確 就是要投資一些科技性的能夠顛覆人類的生活 引領時尚潮流 並且能夠對人類有改進作用的一些顛覆性的項目 除了資本的熱捧 這家公司還受到了好萊塢眾多重磅人物的支持 除了知名導演斯佩爾伯格 Wonder Dynamics的顧問委員會中 還出現了復仇者聯盟的導演Joe Russell 知名的電影製作人Terry Doggers 電影融資公司 Film Finance總裁 Gregory Tedner等人的名字 除了有眾多名人站台之外這家Wonder Dynamics 它的公司一直保密 它有什麼樣的技術殺手鐵一直都是機密 它說要到明年3月份在德州舉辦的 西南偏南的大會上才會公佈 這個西南偏南大會是什麼 就是每年3月份在美國德州舉辦的科技 音樂和電影結合的全球最大規模的一個盛會之一 所以如果有興趣參會的話 一定要注意一下這家公司 周杰倫元旦再推NFT 力推潮牌Fantasy Instagram探索NFT 要讓藝術更親民 周杰倫大家都知道知名歌手藝人 他最近和NFT走的是非常的近 其實周杰倫走紅之後一直都非常關注 藝術或者說前沿的科技領域 他第一次被拍到和昆林逛街 就是在逛倫敦的藝術品的跳蚤市場 那時候應該是2017年 然後2018年的周杰倫 花了8000萬美元 約和6億多人民幣 買上了霍尼克的一幅畫 那幅畫叫泳池和兩個人 直接讓霍尼克成為了在世最貴的藝術家 那麼在19年的時候 周杰倫自己畫了一幅畫作叫Fantasy 只賣出了5.8萬元 但是今年6月份的時候 周杰倫和香港的蘇富比 發行了一支NFT的預告片 預示著1月1號 周杰倫將會在NFT上有新的動作 我保持中間的階段 我愛音樂 所以那樣有些甚麼 對我聽到的階段 有些階段的階段 有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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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階段 有些階段 就想要在任何醎段 下一個階段 我連接有多香味 有些階段 有些階段 像《Domain Le Croix》 1947《Shababone》 1985《Modi Jagger》 我還滿了四周杰倫 我還滿了一首文 我還寫著作詞 i know about it the same goes for art collective show value doesn't lie in the price text my mom was an art teacher i really enjoy changing ideas about art with her and along the journey i have met amazing people who got me further into the world of art the same goes for art 既与世界拍卖行苏富比合作之后 NFT平台Azac宣布将于2022年1月1号 与周杰伦潮流品牌Fantasy合作发布Funderbear系列NFT 该NFT总共发行1万枚 Azac是Starvision Entertainment简称SEL 孵化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上的新一代的 数字加密娱乐互动平台 SEL的创始人威尔和Mark G 曾与周杰伦合作推出过多部的电影 I will direct the set design for the preview exhibition and bring people back to the times of when those works were created You won't just be looking at pandemics But experiencing the pandemics Being part of the space and time Being a musician Being a magician Being an artist I believe art There's no limits 潮流品牌Fantasy成立于2006年 由流行音乐巨星周杰伦和好友Rick共同打造 该品牌由周杰伦提出概念 以Fantasy和Phantom之名 综合打造出Fantasy一词 在过去的10年当中 我们确实见证了整个娱乐圈的改变 不仅仅是从形式内容还是呈现的方式 以前电影公司决定着谁有运气或者实力 成为大众眼中的明星对吧 那么现在随着自媒体的兴起 随着短视频的兴起 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这些所谓的网红或者说艺人群体里头 有多少是在短视频平台兴起的呢 像楼下的遛狗的邻居大妈 你家的邻居二大爷隔壁老王 有可能都会成为新一代的明星 12月18号消息 Instagram负责人Adam Massary周六表示 Instagram正在积极探索NFT 以及该平台如何让NFT更加容易使用 Massary表示说他认为NFT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技术 不但可以娱乐 还可以帮助到内容的创作者 此前有开发者爆料表示 Instagram疑似正在其应用程序上部署NFT的功能 在NFT的世界里没有做市商 没有博物馆 而收藏者则有了属于自己的画廊和公开的市场 在像OpenSea这样越来越多的NFT的交易平台上 来自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艺术家 都可以铸造自己的NFT 无需邀请也没有限制 根据最近的一份报告 女性创作者收入仅占所有NFT销售额的5% 为此美国巴黎欧莱雅决定提升女性在NFT行业的地位 特别推出NFT口红 与此同时 阿迪达斯宣布进入web3和元宇宙领域 并将推出首个NFT作为元宇宙商业的一部分 阿迪达斯表示公司将使用NFT销售数字和物理的产品 其实NFT加艺术的这种发展是非常的快速的 还记得我第一次带大家去看这个NFT艺术展吗 那时候还是在798还是以尸体的画作居多 我记得是新裤子乐队的一幅画拍出了1万多块钱 因为加了NFT那时候大家看展的人对NFT是什么 还莫衷一世的完全没概念 5个月之后再到观塘艺术馆参展的国家的艺术家 和这个展品的质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大家都开始欣赏这种线上的存链上的 这种不可触摸的虚拟的艺术了 其实艺术就是应该这样 让人没有想象空间 没有限制任由想象力去驰骋 希望技术的发展能够让这种新型的艺术 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 好 这是为大家梳理了今天的重点消息 希望您加入我们新浪和油管的会员频道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明天见